有个话友老师问 他说这个老花姨 我看街边啊 或者说湖边啊 有些个水面以下呢 还有植物在存活的 他们为什么活得那么好 不会出现水大门根吗 宝贝啊 水里面是有氧气的 明白吗 它这个根烂与不烂 它是两码式 你又打个比方说 传朋友你见过那个刀 如果说泡在水里边 就是水里边那一半不生锈 水上面的却生锈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也就说明什么呢 其实这个水啊 不是说烂根的一个根源 它主要是你像这个花盆里边 它有杂菌 它有给这个真菌 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条件 你像这个根烂 它之所以烂 它是因为这个土壤里面 给真菌这些东西 提供了这个生存的条件 把根系给腐蚀了 水里边泡着的根 一般是不爱烂的 除非是根里边臭了 它发烂了 对吧 而且这个植物很神奇的 它自己会形成一层自我保护的膜 然后再长出来的根都很细 就像我们那个泡在水里边的根 你知道吧 这样你能明白吧 所以说它不烂 它跟花盆就不一样了 这样明白了吗 你比方说你泡脚 可能泡一个礼拜脚不会烂 打个比方说 你要是说泡那种黄泥汤子之类的 或者说怎么着的 或者再拿出来亮亮之类的 再泡进去 这样来回的可能就烂得快 它是一个道理的 就像那个肉嘛 丢在水里边泡着 可能凑得没那么快 懂了吧 这样懂了吧 这植物的根系也有点道理 再说了植物的根系 它是长到下面去了 它有可能根系长得长了 长到沙楚城你知道吧 它也透气啊 又有什么小虫子啊 这那的类型的呀 再说了它根系 它又往广了长 有时候它会冒出来 它不可能下边特别没 一点氧气都没有 对吧 再说了它这个时间长了 它已经适用了这个根系 讲的你听得懂吗 你们听懂了吗 我反正没用科学道理讲 反正就是很直白的 就叨叨了几下 觉得不错 关键点个赞 你要是还没听明白的 你也可以在视频里边 咱们留言讨论一下 我是老花一 养花剧赞一 白了个白